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赵 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银江县的玉井巨星标场 今天我们就来参加银江今年开春最大的一次公盘活动 现在我们拿到了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玉石会员证 从这里进去 我们经过层层的这个光卡 因为现在毕竟疫情还是越来越赢 这边我们要来盖一个罩 工作人员在登记信息 各种核对后终于好了 这一届呢是第65届银江的公盘 这个公盘呢是3月1号就开始开了 然后今天我们是开到第二天才过来 今天咱们就先看 先看然后明天再过来下手 我们先把外面的这个大的我们先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好东西 老赵铁下来证明事情不简单呐 猪派是个浅漏的料理 这种叫羊梅皮 你看我们它是木纳旁边摆餐桥的 这种叫羊梅皮 你看它是翻着它是黄红色的底带着红色的纱 黄底红纱 它是木纳那边木纳板三桥 就是我们说的不是木纳的真厂 它是木纳这个厂口 等于一边一个小厂口 这块料子的底下呢它是12公斤才800米18 这块料子咱们一定得来一表 咱们细一看啊 这块料子种水还是非常的不错 已经达到了一个多 然后还带死了 它的裂呢还是比较多 裂多了一点这个料子 裂多年多 但是这么便宜的东西 肯定得给它摆上一下 像这块料子呢 估计它是没有手骨 它是一个标准的手骨料 标键料 巧雕啊 因为它带着这种色 还有你看旁边还有这种黑物鸡 带着一楼的话呢 作为一个桥条件的话 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们积下来 10297号 但我们把这号积下来 明天我们就过来 我朋友们逛了一圈 终于在这里又发现了 老赵比较新衣的一块料子啊 这块料子跟刚刚那块呢 是一样的 它都是木纳的 只是说这块是木纳街堆的 那块是板三桥的 你看像木纳街堆的料子 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是什么 它是一个白底带黄沙 有的时候是带红沙 不一样啊 你看像这块料子呢 它是红沙跟黄沙都带着一点点 所以它是很典型的一个 木纳街堆的一个料子 木纳街堆呢 它不是 它属于木纳敞口 但是它不是木纳正常 大家知道木纳正常呢 现在已经是停止开采了 我们再来仔细的分析一下 这块大家伙啊 估摸的上去二三十公斤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啊 这种沙粒的话 你看它是很粗的 像这种沙粒 其实不算好 并且通过这个沙粒来看的 这块敞口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偏心的一个敞口 它的肿水啊 可能是不够的 但是你看有些时候 运气就是这样 你一刀切下去 肿水虽然不是说那么的漂亮 没有达到一个高冰啊 你看这种 糯冰妥妥的 糯冰的手桌 并且还带着橘色 还飘着花 像这样的一条手桌呢 一条都能达到一万多 就当在这边的价格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两块石头 面上手桌位 三到四个手桌位 在这里呢 有一条列 然后这边有一条贯穿的一条大列 像这边呢可以取一些牌子 然后手桌位大概呢 是出在这边的情况 大概有三四个 就如刚才老赵所说 在这边一条这样 糯冰在底色 在飘化的这种手桌 大概也就是打掉一万多一条 那么三四个手桌位 一个位子 就是一条手桌嘛 你再看它的厚度 我们再看这块料子 它这边的一个厚度 你看它这里是斜下去的 斜下去的话 它比方说前面能出三条手桌 再往下走可能就只有两条 这样来打 然后在这边这一半呢 老赵目前看下去的话 能有个十条以上的手桌吧 最少 那我们像这种打标的话 不能满打满算 像这块料子呢 它有三四个手桌位 并且厚度呢也是够的 但老赵呢不去多打 就只打它十条的手桌 再来看这一半 这一半呢 它就没有那种斜角 就大概面上有多少条就是多少条 这种这么厚的厚度呢 大概有 能有一个三四个宽度的一个 手桌的一个板料宽度 那这样的话 这边就可以打到一个15条手桌左右 那现在加起来就是25条了 25条我们打一条 按一万块钱去打的话 就是25万 这块料子我们 拿来之后 做工出来 最少就可以卖25万 这个是我们 然后我们再去算 就是这些料子 我们的加工费用大概是多少 周期大概是多少 电资 我们现在电资能电均去多少钱 我们就能够得出这个价格 我们明天到底是要投多少钱 这个料子现在呢 它的底标价是5万块 但我们投6万7万 肯定是与这块料子无缘的 我们可能是要打到一个 在10万到15万之间的一个价格 那具体是多少呢 要明天老赵 今天晚上喝点酒 好好地想一下啊 明天才能得出一个最准确的一个结果 反正这块料子呢 是老赵今天看一下的第二块料子 非常棒 朋友们如果你们也跟老赵一样 喜欢这种料子的 可以在评论区都跟老赵互动交流 然后在这块料子的旁边呢 你看好货都是放在一起啊 像这边这块呢 它底标价是一块2万的一个料子 像这个料子呢 也可以给大家简单地说一下 它是一个带紫充底的 晶体呢稍微粗了一点 但是它的这种色好 是吧 它这种色好 有一些系列 有一些系列 这种料子呢 它是用来做牌子的 因为带这种紫春的牌子啊 老赵个人也还是比较喜欢 因为我们说的 红为斐 绿为脆 紫为贵 是吧 您看这个带一点紫色 是不是它就有点 多少带一点贵气 这块料子呢 哎 我们翻过来看 你看这个料子 它就是属于一个很偏很偏的一个敞口了 因为比较大的出名的敞口 我们都还是比较熟悉的 粗布上看上去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 木纳矿场那一个片区的 但可能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矿机 明不见经传的那种 然后料子呢 你看这种我们叫做皮肉不分 它的种水不是很好 所以你看这块料子 它的底标价也是2000块 但这种料子呢 你说让老赵去沽的话 你看要是五四五千能拿下来 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你看这种一个牌子 它是一个糯种的嘛 糯种但是 嗯 它这边这面已经抛光好了 你看我们鞋灯打下去 还是比较不错 这样一块牌子的话 也能卖一个值个一两千吧 你看毕竟它这边还有一个这么厚的呢 对不对 所以这块料子呢 啊 这种说 它虽然不是很贵 这个东西做出来卖的不是很高 但这种货呢 我们叫它通货 它不容易压手 基本上你只要能搞得定的话 拿拿过去给工厂的一些小师傅啊 他们去做 做一些比较通俗的一些题材的话 也是很容易的 就可以把这批货 从买来到雕刻 再把它处理要是 周期会非常的快啊 所以说这块料子呢 我们可以稍微记一下 它是4348号 是2000块钱的底价 这块料子呢 大概也是标个四五千了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外面 我们也逛了很多了 像这种大料子呢 有些它们的列也非常多 然后有些是种水达不到 因为老赵个人呢 还是比较喜欢偏品质 高一小一点点的东西 它可以列多 但是如果品质不好 就是在诺宾以下的话 老赵去 不是很喜欢玩 除非它是三材的料子 它是三材的料子 咱们就可以玩 因为三材嘛 它的 从我们 你们知道嘛 我们家有那个 风哥 我们的老师傅 他是福建的 他们 他做这种三材的东西 会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我们把这种三材料子 拿回去呢 它的那个价值啊 就会排很多 所以 在诺宾以下呢 老赵只会考虑 这种三材的料子 然后 如果不是三材的话 那必须也是要在诺宾以上 老赵才会去考虑 现在外面的话呢 也逛了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呢 就会到里面去 里面的话 它的小料子 会比较多一点 可能也比较符合老赵 平时收料子的一些 对装嘛 我们常说的对装 比较对老赵装的料子 应该是在里面 像外面这种大料子呢 它是偏那种很大的那种加工厂 它们需要稍微对撞点 好 朋友们 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小的仓库去 在里面呢 还是也会有一些大的料子 在那边桌子上呢 就是刚刚老赵说的是那种小料子 我们直接就到那个桌子上面看一看 有没有那种小而轻的东西 不是很贵 但是很好 糯饼底子非常细 这种肉非常细啊 我会交易的 是很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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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了 也很贵的 哦 朋友们 这东西不错啊 看一下这个厂口 木纳的新铲料 你看这种已经是皮肉不分了呀 朋友们 你看它里面的设计让这么好 3万5的底架 朋友们 这两块可以搞啊 你看 它的色这么阳 没有列啊 朋友们 它这里有一条列 但是它这边能有稳稳的一块绿牌子味 哇靠 这种牌子 你说它做出来得了 这么绿的 好美啊 能得了吗 它这里还有一块 按照这个厚度的话 下面还能再出一块 可以啊 这个出牌子 诺宾的料子啊 朋友们 这是个诺宾的料子 但是它带色 带色 色花飘得很好看 这种巧雕一下 就根据它这些色挖出来去做一些题材 那种做出来非常好看的 朋友们 这块料子也在我的意象之内啊 你看像这块料子它打的是打的是三万五千 一共是有四片 这两块色非常多啊 然后这边这两块呢 它是大块的 然后这边大块的它也带着一点色 边边上也带着一点色 然后像中间的呢 它就可利用的价值就不是那么的高了 甚至有一些地方还有我们说的料不提供 你看像边边这些比较白的地方 画的不是很开的话 那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加工的价值 但是它的边上还是比较不错的 画的很好 厉害 这种料子厉害 三万五 这一片呢 是 六千四百三十五号 一共有四片 十公斤 嘿 这块老赵今天晚上也得好好地去考虑一下 好 朋友们 这里看到一块非常典型的切垮的料子 来 你们看一下 这是去穿墨西沙的 来 你们看它打的 我的天哪 是不是肿水非常有的保证 开大窗了 开大窗 来 我们看另外一片 这片是没有开过窗的 你看像这种皮壳上面的表现 来 这边 开这种大窗 然后你看 切开一看 它里面的这些脏这些险全部进去了 我还肚子 这块料子买的就不便宜 你看像这种料子 如果没切开之前 老赵单自己看的话 都可能要看到一个五六万左右 你看现在它切开之后呢 底标价才标了一个一万三千块 它这种地方它虽然有脏 但是它肿水非常好 现在这种就是朋友们经常说的那种 天空蓝蜜 还是蓝琴的 蓝绿琴底 非常的好看 但是这种脏棉嘛 我们说通过加工 我们把它给挖出来之后 虽然它比较费工费实 但是这块料子呢 它其实是非常好的 你看把这些棉挖掉之后 它其实是 还是能出好几个牌子的 当然如果像这种半着猎 半着险的地方 那没有办法 那只能放弃它做不了 我们只能去挑能做的地方去做 还是有厚度啊 这个东西还是有厚度 你看这边还能再下片 还能接着下 然后它一共是有四片 两片大的 然后像这两片小的呢 它就虽然有脏棉 但是它旁边这些做东西的地方 你看特别是像这一块 这个已经是冰种了呀 朋友们 天空蓝的冰种 这还要怎么样 你看这种一小块牌子 那都是非常好的 诶 这一块的这种棉了嘛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棉呢 它是很影响价值美观的 我们知道棉呢 那种雪花棉啊 白棉啊 有些时候它飘得好的话 它是不影响这块翡翠的价值的 反而可以提高它的观赏度 那像这种呢 它的棉是灰棉 它是脏棉 像这种的话 就会影响到这块价值 这块翡翠整体的一个价值 但这个棉呢 你看老赵现在这种看进去的话 以我的经验哈 这块棉它进去的不重 我们稍微的一挖 这个棉其实就没有了 然后在里面呢 我们就看老赵一个运气了 如果能飙到的话 你看它是有厚度的 这块料子它是有厚度的 这个棉 秒边上的这个重棉呢 它可能只进到这里 但其实它有这么厚呢 如果这块棉进去的 如老赵所说不深的话 那它下面还应该会有一个 比较干净的一个牌子位 一个小牌子位啊 这块牌子呢 因为它拌着 你看这里一块贯穿的裂 这里有贯穿的裂 这里还有一条贯穿的大裂 像这种的话呢 我们可取的牌子位 就不是那么多了 就只能取小牌子了 大牌子就取不了 然后我们再看这一片 另外我们再看这一片啊 这一片也是一样的 但这种棉很重的 像这个位置的棉 它就会进去啊 它会进去很深 棉它是会阻挡光线的传播嘛 阻挡光源的传播 这边你看 这斜过来 这块的牌子还是挺还是蛮大的 像这种的话 你看它 它这里是没有没有重棉的 也没有系列 像这边做一块防骨的那种竖着的那种牌子 也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漂亮 像这种牌子嘛 就是如老赵所说啊 能够做出来这个部位的一块牌子 至少也是在一个大千数的 你看如果是咱们以底标下拿掉这块料子的话 这两块牌子出来 所有的料子钱都回来了 但是这颗料子呢 老赵非常简陋 不知道能不能 简得上 如果能简得上的话 像这种东西 那真的是 又美丽又实惠啊 又漂亮又实惠 这颗料子也可以记一下 它是5607号 这颗料子是一个摩西沙的一个料子 摩西沙 沙粒也是非常的细腻的那种 好朋友们 这颗料子呢 就介绍到这里了 最后再给大家课补一个 为什么它里面有这种咸呢 因为它的表面有这种 它里面的咸是根据皮壳的反应进去的 这种叫皮壳上面的咸 它是已经反射在皮壳了 所以它里面呢 就会有这种 但它不是必然 它不是必然的 它可能多 可能少 可能全部都是 咸 把里面的色 把里面的水全部吃了 都有可能 像这种呢 它没吃完 吃了一部分 还留了一点东西 给咱们去利用 咱们去做出 漂亮的这个肥碎出来 好朋友们 这里有一块 惠卡的无底价的一个料子 它是有两片 一共有9公斤 这种无底价它是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价高者的 假如说这块料子 只有一个人投 投了是10块钱 那就是10块钱的那个人 获得了 那一般这种无底价呢 现在已经 就是根本不可能去捡漏的 一般这种料子呢 会有很多人去竞争 那你要想一个低价格的方式去 把它捡到什么 那基本上是 比你中彩票的概率还要低 但这个料子呢 其实本身不错 它是一个 种水还是达到的一个 诺斌以上了 还是有一点这个 光感还是非常强的 焦感有一点点 唯一的不足呢 就是列多 为什么列多呢 因为我们常说这个绘卡呢 它就是一个比较列多的 也非常多的一个长口 就我们绘卡长口 那怎么样去识别 它是不是绘卡长口呢 你看这里 它是这种青蛙皮 绘卡长口的皮壳 大多数呢 它是扮着这种油绿油绿的 油绿色 有些是油绿 伴随着这种铁锈 红色的铁锈 像这种皮壳呢 它就是我们说的绘卡长口 绘卡长口 还是通过皮壳 非常好变的一个长口吧 比较简单 也不是很难看 有些时候呢 那种墨细砂跟厚浆 它可能会混小 因为有些时候墨细砂 它的个头比较小 然后砂力又比较细的情况下呢 是很容易跟厚浆的料子混在一起 但是这种绘卡嘛 就肯定就不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列非常多 这种料子 是5773号 老赵到时候就 给它投一个超低的价格 看一下到底有没有这个运气 给朋友们见识一下 好我们再接着逛 朋友们 这块料子呢就是典型的 咱们说工盘归工盘 但是一定要看仔细啊 你看像这块料子呢 刚刚老赵 看过去 虫水不错啊 还有三个手肘位 但其实呢 你看老赵把水拿过来打仔细的一看 其实这三条手肘啊 其实现在是根本就没有的 你看它这个地方 它虽然画了给你的手肘位 但是这个地方有裂啊 哎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它是有裂过去的 而且这种裂嘛 我一看还是进去的裂 它这条手肘有裂 这条手肘也有细裂 这条手肘的细裂还有两条 三条 中间这条手肘有三处细裂 这边这条有两处 你看啊 这里还有一条很严重的 三处 第一条 一条很重的裂 第二条三条裂 第三条也是三条裂 一条很重 你看像这种料子嘛 这种手肘一旦有裂啊 就很难去处理 因为比方说 我很想买一块预算 就是在2万块钱 3万块钱左右的一条手肘 你说我买一条这个价格合适 没有裂完美的手肘 还是会去买一条 可能这条手肘 它本身是值个七八万 但是它有裂呢 我想百分之九十的人 可能都不会去选择 那种有裂的手肘吧 真的 因为手肘它一旦有裂呢 你配戴的时间久了之后 因为那个裂 就是你平常生活中的一些汉字啊 还有比方说你沾油污啊 它会顺着那个裂咬进去 时间一久呢 就那道裂的位置 它就会发黄发黑发灰 那样的话 你这条手肘的价值的意义何在呢 就没有价值了 对不对朋友们 所以说我们买玉啊 一定要注重的看的就是它的裂 因为裂这个东西随着棉月的增长 它是会有一定的变数在里面的 只要东西是完美的没有裂 哪怕就是说它的棉稍微中了一点点 那其实无所谓的 因为欲养人 人养欲嘛 它是经过时间一久呢 它还是会变得越来越好看 越来越有光泽 但是有裂的东西呢 老赵就不说它不好 就是咱们呢就尽量不碰 老赵呢也不太喜欢 就是这样实话实说的告诉给大家 那么这边这块的老赵就不看了 本来我还说这个底下才4万多标的一点 我还说能有个 你看7个手轴位 那这块也可以搞一搞 下来一看它有裂 那没办法 只能走了 所以说工盘归工盘 大家过来逛的话一定还是要小心 还是要认真细心的 仔细的去看这个料子每一处的细节 朋友们 这块的底标价呢它是888 所以老赵也是想试一试 看一下这块料子到底能不能标到 像这种料子的话呢 虽然没有达到那种漫天雪花的那种棉状啊 但是还是有一些0033往下飘 我觉得在设计上面 只要多花一花功夫想一想 应该还是可以做出来那种 颇有预警的 就是那种风雪题材的 比方说什么 沽吊江雪啊 风雪玉贵人啊 这种类似的这种题材啊 还是应该可以 不说高配版吗 我们来个低配版的 是不是 然后你看像这边就有这种感觉了 这个棉呢稍微重了一点点啊 底色啊 包括肿水啊都是非常不错 像这种呢 切面已经倒冰了 它的肉也很细啊 只说高冰呢 咱们不许说它啊 已经是一个冰种了 它这块料子呢 一共是三分啊 三分四公斤 三块 手镯是没有啊 裂呢也是比较多 所以像这种料子呢 用来做牌子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大裂啊 细裂呢 也倒还一般 带着一点 你看蓝芹底 非常漂亮啊 这块料子呢 待会也是我们 重点要去 要去探讨的一块料子 如果能标到的话 一定给大家弄几块那种 风雪题材的那种冰牌子出来 非常好看 还带底色 好啦 今天就先到这了 别忘了点赞评论 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